今天是國中會考的第二天 雖然雙北疫情緊接升溫 但是指揮中心定調 國中會考照常舉行 不過截至目前有四名考生確診 和一百六十一名考生 因為居家檢疫或是隔離 還有採檢還沒有出爐 不能參加考試 而其他的考生照常應考 考場的氣氛還有防疫準備如何 我們交給現場記者黃敏慧 今天是國中會考的第二天 在臺北市大附中考場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由於今年考生的家長 是不能陪考的 依依不捨我們可以看到 他只能在校門口跟孩子們道別 然後為他們加油打氣 你再怎麼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也都只能隔著校門口遙遙的相望 校門口的考務人員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除了戴口罩之外 還戴上了防護面罩全面戒備 因為疫情實在是太緊繃了 一點都不能大意 我是覺得辛苦那麼久了 這樣平常心來面對就好了 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還是安全最重要 不過這次回考的確不太平靜 截至目前為止呢 有四名的考生確診 還有一百六十名的考生呢 因為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或是採檢結果還沒有出爐 所以沒有辦法參加考試 得要參加五月二十九號 五月三十號的補考 採外加名額的方式錄取 另外今天是考自然跟英文 還有音聽 英文的聽力測驗呢 因為原本考場是規定就是 哪一間考試的考場就是冷氣加開窗戶 但是音聽的時候呢 會把窗戶都關上 以免影響考試的結果 以上的記者华美會方啟年 SN小組我們在世道附中考場的 最新連線報導